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新约 玛拉基书是旧约的第几卷书 最后一卷书 玛拉基书在这一段圣经可以说是整个旧约的结束 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之前 那是指什么呢 那是指的主再来之情 我们这段时间讲起事录 讲到end time 讲到这个末世 主再来之前有一件事情 玛拉基书在那边预言 他说他要做什么呢 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那么这段圣经讲完之后 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里面 他这里提到说 他要使 这个他是指谁呢 他要使这个 他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他就是指的以利亚 所以你知道 我们刚好跟我们读启示录的对照 记得起事录不是有两个传道人吗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那所以有的人就说 那一个是以利亚 一个是什么这个摩西 就是根据这样来的 但是呢 其实你读到刚才呢 路加福音那边来的 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到十七节 这个地方是预言什么呢 预言施洗约翰的降生 所以他跟他的爸爸讲 撒加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是不是 好了 他的名字要名叫约翰 然后接着就说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 他必有以利亚的新智能力 看到没有 所以把旧约新约对照起来 就看见说旧约马拉基 先知所预言的 那个将要来的那个以利亚是谁呢 就是指的施洗约翰 而他要做什么事情呢 他说其中意见他要做的就是使 为父的心归向儿女 儿女的心归向怎么样 父亲 所以你看到没有 在十七节 在十七节 在这个地方又再一次讲 他说他要行在主的面前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当然这个他不是只有讲这一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是其中里面的一个重点 两处圣经都提到 我今天就要从这里来看到 父亲的心 每一个人都有父亲 是吧 这点确定吗 每一个人都有父亲 也许这个父亲 也许你从小生出来 他已经不在了 但是无论如何 你一定有一个父亲 是不是 但是我们在做的 你认为 这个父亲 他的心在哪里啊 好 我先问母亲了 母亲的心在哪里 在哪里 在儿女 所以圣经没有说 叫为母的心归向儿女 为什么 因为 为母的心早就在儿女了 不需要以利亚 也不需要施洗约翰 你来帮忙 但是为父的心呢 父亲的心呢 在事业当中 是谁说的 姐妹说的 你看没有 弟兄都不敢承认 弟兄请问 你的心在哪里 有一本书叫做 天父的心 作者是一个 曾经在一些 像阿富汗这些地区 工作的一个传教士 那么他写的这本书里面 他一开张就讲了说 他说他去荷兰 阿姆斯特端的一个博物馆 去那边去参观 结果他就看到有一幅图画 是荷兰的一个 就是曾经是当代的一个 很有名的画家 那么他这个画家 画的画很抽象 我上网去找了半天 找不到 不是找不到 我也因为他的像 都很抽象 所以我实在 反正我本来想 把它弄出来 但是找了一两个 有点 但是又觉得不太像 他所形容的算 反正我就形容给你听 他就说 他说这个像 当他去看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像 那个图画是什么呢 他说是一个高大 瘦瘦 冷漠 严酷 大尺寸的一个画作 用粗略 自弃的笔法完成 这幅图画看起来 让人觉得画中的人 像是一个怪物 但是这幅画 他原来的名字 叫做我的父亲 所以这一个作者 他就说 他说他看到 这一个图画 他就在思想 这个画家 这个作者 他跟父亲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子 为什么他用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来形容 来画出 他自己的父亲呢 这就让我想到 当我们想到 父亲的时候 你脑袋出现的是什么样子 我们做一个调查 有多少人 当你讲到父亲的时候 你出现的那个形象 是一个充满笑容 慈祥的一个老者 请举手 感谢赞美主 举手的人 你要告诉你自己 我好幸福 但是其实我们对 我们中国人 常常对父亲的形象 不是如此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一个叫做 在台湾算是一个 讲亲子关系 很著名的一个杂志 我也可以说是一个触感社 叫做亲子天下 那么他就把父亲 他说根据他们的一些的调查研究 现代人的这个父亲 他把它分成五种的形态的父亲 第一种是什么呢 第一种 对不起 这个是先从这里来 第一个 这个父亲叫什么 大家猜猜猜看 这个父亲叫做什么样子 是什么类型的父亲呢 这个父亲叫做 absent father absent father 缺席的父亲 他把头去掉了 什么叫做 缺席的父亲呢 缺席的父亲 是指的父亲 整日在外 孩子经常见不到他的面 美国曾经做了一个调查 显示说 23%的家庭 很少看到父亲 62%的家庭虽然见到父亲 但父亲人在 心不在 好像不在一样 只有15%的家庭 享有正常的父子关系 换句话说 十个孩子当中 有八个孩子 没有好的父亲 所以曾经 美国的新闻周刊 做过一个调查 提到说 美国的 今天的这个21世纪 叫做无父的世代 38%的家庭 是单亲的家庭 而大部分这些单亲的家庭 都是父亲不在的家庭 那缺席的父亲 现在因为是个世界 这个环境的改变 我想特别我们今天 台湾也好 中国也好 香港也好 我想也受到这样的影响 你看越来越多的 这种缺席的父亲 父亲不在 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父亲在中国大陆打拼 在台湾打拼 我以前曾经带过一个年轻人 他的父亲 那时候他是小留学生 那么一个人就来到美国 父亲母亲都在台湾 母亲就是平常 就是来来去去 父亲是几乎没有什么来过 父亲在台湾 中国大陆两边做生意 那这样子一个光景 到现在变成更多的是什么 是从国内来的 从中国大陆来的 那么在中国大陆打拼 然后在美国这边怎么样 母亲带着孩子 这个世界 其实不知不觉的 顺着魔鬼的意识 在把这一个家庭 要把它渐渐渐渐渐的 变成是一个无腹的时代 我们华人 也受到这个风气的冲击很大 缺席的父亲造成什么影响呢 很多的人格发展出问题 家庭观念出问题 中国据统计 2010年有6000万的留守儿童 6000其实正确的是 6102.5万 不得了 6100万 什么叫留守儿童呢 这些就是父母亲出去打工 所以呢 可能是双方父母都不在 或者一方的父亲 或者母亲不在 而常常这样子的孩子 都是交给自己的主父母 或者是外公外婆 请他们来照顾 那我上网看了一下 我发现说 中国政府最近把这一个 留守儿童 因为我查了资料之后 他说留守儿童 只有690万 我说奇怪 我明明记得 我的印象中是6000万 怎么变690万了 后来我一查才知道 原来中国政府 把这个定义改变了 从本来是 这个 只要是一方父母 一方的父母 出去工作 就叫做留守儿童 现在它改成是 双方父母都出去工作 而且年龄 是在16岁以下 才叫做留守儿童 这个定义一改变 这个数据 就变成了600多万 可是事实上 OK 其他细节我就不讲了 大家知道就好 数据 有时候不会说话 听懂听不懂 听懂 听懂我就不想讲 但是不可否认的 今天你看看 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 这一个问题 也越来越严重 这是第一种的父亲 第二种父亲呢 我相信我们在做的 应该都不是这种父亲 第二种父亲 叫做遥远的父亲 就是Distant father 遥远的父亲 这个遥远不是指的 空间的遥远 这是指的心理的距离 很多的父亲 他虽然在家 但是他很少跟孩子说话 所以根据统计 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家庭 父亲跟孩子说话的时间 好 我先不要讲答案 我先问一下在座的父亲 你每天跟孩子说话 这个十分钟以上的举手 我说父亲啊 父亲父亲 好 感谢主感谢主 你们都已经超标了 超标了 都已经超标了 根据统计 根据统计父亲跟孩子说话的时间 平均一天 37秒 这37秒就讲什么 回来了 去倒垃圾 吃饭了 睡觉 洗碗 这就加起来37秒 所以很多孩子从小听到爸爸 对爸爸的印象就是什么 无言 所以不知道怎么跟爸爸讲话 有没有 可能你自己的爸爸也是这样子 很多我们在中国家庭长大的孩子 其实这样子的孩子 这样子的父亲很多 有没有 第三种 第三种是什么呢 第三种是传统权威型父亲 有一个香港的餐厅 有一次他们在父亲节的时候 推出了一个广告 说培育体系赖严妇 美食孝庆有东湖 所以这个餐厅叫做东湖餐厅 我是不晓得香港的 有这么一个餐厅 所以我不是替他打广告 因为你们今天学术之后 你去找东湖可能找不到 但是你注意看 他说培育体系赖什么 赖什么 严妇 看得没有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观念 父亲是什么 严 母呢 慈 是不是 严妇 慈母 所以难怪我们中国 我们这不应该怪 不知道应该去找 追这个责任要追到哪里去 我们中国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成语 都在形容父亲就是这种 言 还有什么 父亲的管教方式 就是什么 棒打 出孝子 所以我们做父亲的 我说是你们不要怪我们 不要怪我们这些中国父亲 我们会如此 因为我们中国老 这些那些孔夫子 我不知道是谁讲的 他们都是这样教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言 所以你看每一个中国出现的人 那个脸都是怎么样 很严 不笑的 不苟 严笑 这是权威型的父亲 好 长不大型的 这个比应该比较少 长不大型的 好 那我就不讲了 最后一个 均衡型的父亲 一听就知道了 就是说他很balance 他不仅仅是工作 他也雇到家庭 他也会懂得 小孩子小的时候 帮忙去洗料部 帮忙喂奶 甚至有时候 他还要当奶爸 这叫做均衡的家庭 这叫做balance father 昨天我看到我们家的 我的外甥 就是我大姐的儿子 刘根宏 他po了在我们家庭的 这个一个新闻 就是他在基督教论坛报 他们采访他的 那这是他们的全家福 我这一个 我这一个外甥 因为他是营育人员 所以对这个 一些年轻人是比较有影响力 所以在台湾也蛮多的艺人 信耶稣 其实这也变成是一个蜂巢 那他也比较是在艺人当中 是以所谓的这种 亲子关心家庭和乐的 这种的形象出来 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国内人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节目 叫做爸爸哪儿去 去哪儿 爸爸去哪儿 有知道吧 这是湖南卫视 听说这一个他的收视率 上亿人看的 那么刘根宏就被邀请去了 所以他也因此就是说 好像在家庭这方面 常常会被人家邀请去 那我这一个外甥 说实在的 我是觉得说 感谢上帝 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信了耶稣之后 真的是神改变他 特别你知道 他的太太就是 我的 这叫什么 外甥席 他第一次参加 我有一次回家 我带领我们全家一起来 吃完饭后 我们大家一起在那边分享 然后祷告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家并没有 全家都是信耶稣的 但是少数不信耶稣的 他们也跟着我们一起 会有这样分享祷告 所以他第一次跟我们这样子 做了这样子的 一个家庭的礼拜之后 你知道他怎么样子 他当时就流泪 他说我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 这种家庭的温暖 因为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他的母亲带着他 所以我相信 这也促使他们 对家庭的经营 对家庭的看重 因着信仰的缘故 也使他们更觉得 要真实在家庭这方面 来见证神 并且能够带领人 来认识耶稣基督 好 那就准备 刚才我们看了这些的 这些的这些 不同的脸型的这些父亲 那我请问你 你不用跟我说 你是哪一种的父亲呢 好 这个你自己想了 那么我问姐妹们 你会希望你的先生 你儿女的爸爸 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形态呢 是什么 哪一个 均衡的 我相信大家都要选均衡型的 有一次有个牧师 跟他们教会的会友 讲到的时候 那么 他就 他就讲了一个 这个 这个叫做 全 五象全能型的父亲 好 五象全能型的父亲 这五象全能型的父亲 是什么呢 等一下 大家来猜猜看 他说这五象的 全能型的父亲是什么 会烧饭 好 第一象全能 第一象 他的五权 他叫做五权父亲 或者五权的丈夫 这个叫做 这个什么是五权呢 好 第一个 薪水全交 好 第二个 家事全做 第三个 剩菜全吃 第四个 有错全认 第五个 有气全受 姐妹们 要不要这样子的丈夫 要不要这样子的爸爸 要不要 这比均衡型更好吧 所以 这个 当这个牧师讲完 分享完之后 全场的姐妹 抱以热烈掌声 但是全场的弟兄啊 脸都绿了一半 没事 没事 亲爱的众子妹 神说在末世的时候 他要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所以父亲要转向儿女 儿女要转向父亲 做父亲的 你不要做absent father 你不要做 那个遥远的父亲 distant father 你在家的时间 你需要花时间 跟孩子 跟家人 在一起 今天外面的世界 男人被驱使到一个地步 男人就是要拼命 拼命 拼命 在事业上面 不断地成就 因为他们的价值观 社会给你说 这样子你才叫成功 你不这样子的话 你就是低人一等 所以很多的男人很可怜 拼命地在这个社会 拼命地将这边追求 追逐这个世界的名利 追逐这个世界的成就 但是却牺牲了家庭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亲 你应当要花时间 在家庭 在儿女的身上 Amen 但是呢 不仅仅是父亲要转向儿女 我们同时也做儿女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做父亲的时候 圣经上告诉我 我父亲要转向儿女的时候 其实跟着我做儿女的 转向我的父亲 这个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功课 那刚才我们讲的 其实做父亲的影响儿女很大 对儿子 对女儿影响都大 今天有百分之三十的男人 不跟父亲说话 有百分之三十的男人 跟父亲的关系 好像刺猬相对 另外 有百分之三十的男人 想做好儿子 但是和父亲的对话 只是画画家常 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男人 可以做父亲的朋友 而且把父亲当作是一个 情散上的有力的资源 我在多年前 有一次到国内去培训的时候 到了北京的书店 竟然看到 这是一般的书店 竟然看到一本书 是这个 白欧拉大学的一个 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教心理辅导的教授 写的 他也是美国国内 很知名的一个心理辅导专家 他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女儿背后的爸爸》 我一看 我就买了 为什么 还有这种书 《女儿背后的爸爸》 我三个女儿肯定我要买了 是不是 但是听说他还有另外一本书 是讲儿子的 但是我一时查不到 我查这个什么 儿子背后的爸爸 好像没有查到 我不晓得 但是他书上有提到说 他还有一本书 是讲儿子跟父亲的关系 总之不管是女儿 不管是父亲 或者儿子 儿女跟父亲的关系很重要 来 跟你旁边说 很重要 你知道吗 正因为这个社会 把父亲的责任 把父亲的形象 弄得是好像觉得 家有他没有他没有关系 以至于才会造成 今天社会的问题 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如此 神的心意 是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所以我们做儿女的 同时我们今天做父亲的 做父母亲的 同时我们也是做什么 做过儿女的 也许你的父母亲 可能已经不在 没有关系 但是下面我很重要 我要大家很仔细地听 如果我们要恢复 夫妻之间也好 亲子之间的关系也好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 我们要先去明白 来认识天父的心 刚才我说的这一个作者 天父心的这个作者 他说他到阿富汗去传道的 多年的当中 他常常跟这些 阿富汗的这些人 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跟他们讲的说 他说你知道吗 天父爱我们 就像我们的父母亲疼我们 爱我们一样 你知道吗 当他讲的这句话的时候 听到那一方的这些阿富汗人 常常的反应是咬牙切齿 甚至有人对他说 如果上帝像我爸爸 或像我妈妈那样对待我 我永远不可能相信他 那是什么意思 那表明这些人 他们的父母亲 对他们是非常严厉 或者是不负责任 所以他们跟父母亲的关系 是很糟糕的 你看看今天这个世代 很多家庭都出现问题 这样子的人很多 不是只有在我们美国 你看阿富汗这种穷国家 但是他们也同样 受到这样的影响 因此 我们要先回到 到底我们所认识的 我们所信的这位天父 他是怎么样 请问当你想到天父的时候 你想到的是哪样的一个形象呢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想过这问题 当你祷告说 哇天父啊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你祷告的时候会祷告天父的 有没有 有多少人 你常常祷告的时候 祷告天父啊 有没有 有的举手 好 OK 因为每个人祷告 不要 有人喜欢讲主啊 对不对 有人喜欢讲上帝啊 对不对 好 那其实这个称呼都很有讲究的 所以当你在祷告天父的时候 你想到的天父是什么样子 其实往往你想到的天父的形象 跟你自己所经历的爸爸 是非常有关系的 我不能讲绝对 但是我自己幕会这么多年 我看见很多父亲是那种严厉的 甚至是凶暴的 不管是他的儿子或者女儿 他的孩子 常常也会因此变成是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什么 是那种还没有自信 不知道该怎么做 另外一种呢 这变成是非常的反权威 因为他从小的时候被父亲这样子 权威性的 好像不管是用打或者是用口 用骂 让他被屈服 但是他心里面其实是不服的 因为觉得父亲你没有道理 你懂这意思吗 所以其实他从心里面有一种反权威的影响 好了 这些东西很多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思想的 所以当我们想到父亲的时候 我觉得浪子回头的故事 值得我们常常去思想 请问浪子回头的时候 当他回家的时候 他爸爸是怎么样 他爸爸怎么样 这个圣经太熟了吧 对不对 他爸爸怎么样 他爸爸拿一个冰子在那边 好 是不是 你这个败家子 总算回来了 好好横打一顿 有没有 没有 当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 爸爸怎么样 爸爸在那门口 老远就看见了 对不对 然后一进来的时候 这个儿子还正在那边要认罪 做这个认罪祷告的时候 还在想 祷告还讲得不完全 结果呢 父亲就怎么样 一把就去抱着他亲嘴啊 你要想想看那时候 他是吃过猪吃的东西 他全身是很脏的 请问 你能够想象 有这样子的父亲吗 你能够想象 天父是这样子的吗 我觉得 坦白说 我就不会这样想 我自己的父亲 是比较所谓权威严厉性的 我跟他之间的关系的改变 是在有一年 我奉献要做传道人的时候 他起初只不跟我接触 然后呢 后来 我总算我回家去 跟他 我平生第一次跟他 可以坐下来谈话 你知道吗 当我在那边坐下来 跟他讲话的时候 我好像是一个犯错的孩子 在那边 我已经是大学毕业 准备去读神学院的 我在他的面前 我只能想说 不知道他要讲我什么 会要骂我 怎么样 但是呢 我爸爸就说 你真的要去练吗 我就不想继续了 那一天是我第一次作为一个男人 我跟我的父亲 可以这样子平起平坐 他把我当作是一个成年人 你懂我意思吧 跟我能够心里面讲话 我也可以跟他讲 我说爸你不用担心 我们做牧师的 还是可以结婚的 他以为我们是和尚的 好 那么第二个我也告诉他 说爸你不用担心 我将来 虽然我们不是像人家那个 做生意会很有钱 我以前做土木工程 但是呢 我说我们也是像个 经公教人员的待遇了 我说我以后也会养你的 你不用担心 这是我爸爸的担心 讲完这些之后 我爸爸就讲了一句话 儿子你好自为之 我也告诉他说 爸你放心 我觉得那一个对话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 跟父亲这样子的一个 心里的内心的一个 真诚的一个对话 而且被他听见 被他尊重 我觉得让我成为 突然我觉得我自己长大了 你懂这意思吗 可是如果 我今天没有 更进一步的去认识 这一位天父是慈爱的 我从我父亲的影响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军人 所以我想到父亲的时候 常常想的就是 哇他眼睛一瞪起来很大的 我还好我是老妖 所以当他已经年纪比较大 也没什么力气的时候 他都没有什么打过我 只有一次我考试数学 几颗不成绩 偷他的印章去盖 被他发现狠狠地打了一遍 那是小学五年级的事情 从此之后他也再也没有打过我 好anyway 好 兄姊妹 最后就是说 我们要建立跟神一个好的关系 这是一个根本的解药 这是一个根本解决 我们跟父亲的关系 跟儿女的关系 一个根本的东西 世界上面的心理也好 辅导也好 他可以告诉你这些的分析之间 但是真正的解决问题 还是回到 我们要跟这位神 这位爱我们的主 你要相信并且你要知道 他是爱你的主 他是那位慈爱的天父 圣经里面多次一再讲 旧约讲说 他的慈爱 他的慈爱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的慈爱是毫无条件的 最后 那我们 这个 要建立跟神的关系 那么从我们这一个代开始 我们从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开始 我们建立一个好的跟儿女的关系 从哪里开始呢 从全家RPG开始 RPG懂吗 现在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RPG是什么 复兴祷告小组 Revival Prayer Group 好 所以现在接下来我就请 师母跟我的三女儿代表 我们全家要来RPG 请上台 好 我们要用的 我们是要用导读版 导读 当然这RPG因为时间比较有限 十分钟 十五分钟 这是比较合适 那所以呢 我们不能够像一般导读的一样 花那么多时间导得很深入 但是我们基本上就用这个经节 来当作是我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赞美感谢 第二部分是彼此代导 第三部分是什么 为福音的朋友 为Best 为国度祷告 所以这三阶段 好不好 所以我们用这一节经文 来作为我们赞美感谢的开始 来 可不可以给 给他们两个 都有麦克风 好 我今天试试看 我们能不能够四分钟五分钟版 这个超米粒版 时间的关系 来我们一起来把 那因为我们家女儿呢 她虽然会讲中文 不过英文还是比较六一点 所以我就让她不要受到 语文的影响 所以她用英文 那这样子的话 以后你们就知道 你们小孩子用英文 我们用中文 我们一起中英对照 还是可以导的 OK 好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三遍 这个经文 来 预备 请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股心酒的人 阿们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股心酒的人 阿们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股心酒的人 那你可以拿开你的口罩了 我们一家人无所谓 露出你可爱的笑容 好 从我开始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股心酒的人 阿们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股心酒的人 阿们 Fill my heart with joy when their new grain and new wine abound 阿们 主 是的 主啊 是你使我心里快乐 主啊 是你 哦 主啊 不是金钱 不是其他的东西 是你使我心里快乐 阿们 是的 主 你是我心里快乐 主啊 是你 唯有你 使我心里快乐 阿们 是的 主 是的 主啊 这个快乐 是胜过那些 丰收五股心酒的人 阿们 主啊 你吃的快乐 胜过丰收五股心酒的人 阿们 是的 主啊 所以我要为着我们全家 哦 主啊 因为我们都信靠你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COVID的期间 我们全家都能够在一起 主啊 这样子的快乐 主啊 是你给我们的 阿们 主是的 谢谢你 我们全家都在你的救恩的欢乐里面 我们都蒙你的拣选 主 我们都信靠你 我们向你感谢 阿们 是的 主 是的 主啊 主啊 接下来我们要为彼此带导 我已经知道他们要祷告什么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主耶稣 是的 主啊 还是把师母叫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精致来帮助他 主耶稣 他在公司里面 主啊 让他真的是 哦 主啊 能够在那边成为你的见证 主啊 他希望他能够 哦 主啊 带领他的老板 带领他的同事 新耶稣 求你使用他 阿们 主是的 也为安娜 他的寻找工作 你自己带他到合适的地方 你使用他 祝福他 你是为他 预备他所需要的神 阿们 阿们 是的 主是的 主啊 接下来孩子要祷告 主啊 为着主啊 我们的邻居 主啊 孩子的 昨天听到那个黄先生 黄太太 他说他的先生 已经住到这个 Nothin Home去了 主啊 好像他 这个他心中很担忧 主啊 我祷告你 亲爱主 给我好机会 主啊 能够去探望这个他的先生 主啊 能够带领他的先生 信耶稣 阿们 主是的 你把对灵魂的负担 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 主为我们生命中 许许多多的 Best 主我们要带领他们 信靠主来祷告 给我们好机会 也给我们一颗爱灵魂的心 阿们 是的 主啊 我们祷告 主啊 不仅仅是 这个黄先生 黄太太 主啊 还有我们隔壁的邻居 王先生 王太太 主啊 也求你真实 得着他们 预备他们的心 让他们能认识你 主是的 我为我的老板 全家能够归族来祷告 主啊 他们影响很多的人 你要得着他们 让他们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 阿们 阿们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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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今天 在这个父亲节 我们也为着美国的 主啊 这许多的家庭祷告 主啊 特别是那些 父亲不在 单亲的家庭 或者是父亲 常常不在家的 主啊 我们求你真是 主啊 你要使这个父亲的心 要回到家里面来 回到儿女的身上来 阿们 是的 主 祝福每一个家庭 都充满了神的爱 主啊 愿意你的爱 充满在每一个 做父亲的身上 让他们心中流露出神的爱 被神的爱来满足 阿们 是的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全家 可以在这里 一起信靠你 一起祷告 一起来敬拜你 主啊 但愿主啊 我们的教会 每一个家庭 都能够一起在一起 同心合一的来敬拜神 每一天在我们的家中 看见你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谢谢 好 我们用了七分钟 七分钟吧 七分钟 七分钟 八分钟 好 这样大概一轮 有没有 其实每一个步骤的 每一点 你都可以两轮三轮 如果看你的时间需要 好不好 好 所以 弟兄姊妹 这个 我们这样子 就是希望说 真的是 不要只是听到 不要只是知识 好 让我们真是 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开始 特别在这样子一个家庭 被伤害 被破坏的一个世代 让我们的家庭 能够建立起来 好不好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 有这个献阴里 啊 嗯 谢谢大家